今天咱们聊点不一样的 泰坦尼克 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1912年4月15日 在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跨洋航行当中 意外撞到了冰山 短短几个小时之后 便断成两节沉入到冰冷的大湘海里了 至少1500人遇难 其中还包括那位帅气的小伙杰克 但冰山真的就是全部的罪魁祸首吗 不 至少爱尔兰记者赛南莫洛尼不这样认为 在研究泰坦尼克30多年之后 他终于拿到了一个自认为极有说服力的证据 可以让全世界对泰坦尼克的沉默重新思考 他就是这张照片 注意看白圈里面的深色条纹 他即使之后将要撞上冰山的地方 也是此刻 照片拍下了此刻 泰坦尼克里面其中一个煤仓着火之后 连续烧了好几天的地方 是的 其实泰坦尼克号在离开贝尔法斯特 前往纽约踏上他的处女航之前 船上就已经发生火灾了 这个事实是所有人都公认的 所以这就有了两个疑问 第一 他们为什么不扑灭它呢 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 扑灭煤炭着火都是极其困难的 事实证明 你要么得要有空间 要么得要有时间 有了空间就可以把所有着火的煤炭铺开来浇灭 因此才能彻底断根 有了时间 这可以等待煤炭自己燃烧殆尽 燃料没了 火自然也就停了 可泰坦尼克是既没空间 也没有时间 对 没有时间 也跟第二个疑问有关了 为什么明明发生着火灾 泰坦尼克却仍然要启航呢 很简单 它的运营商白星航运公司 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财务困境了 泰坦尼克本身的投入使用 就已经晚于进度了 再加上它的姊妹舰 奥林匹克号刚刚在去年 撞上了一艘巡洋舰 导致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都需要维修和养伤 要是泰坦尼克还非得要等着灭火 那干脆一把火把总部给烧了算了吧 意料百了 简单说就是白星航运根本就等不起了 另一项证据支持了泰坦尼克带火出行的判断 他就是不知为何泰坦尼克开的特别着急 尽管有冰山警告 但他还是全程都在用最高速度来穿越大西洋 一开始的传言说 他这是为了打破某种速度记录 但只要稍微一想 就知道这肯定是在扯淡 开玩笑 泰坦尼克是什么 是全世界最豪华的游轮 在这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们提供无与伦比的海上丝花享受 他要速度干什么 他要的是体验 所以速度快 唯一的解释就是 思路在一直不停的将已经燃烧的煤炭产进锅炉 以消耗带扑灭 难怪装上冰山时 泰坦尼克用的是自己的全速 这下就能解释得通了 好了 现在唯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 这场由煤炭引起的火灾 它到底有没有削弱泰坦尼克的船体呢 莫洛尼认为肯定是有的 站在他这边的还有一些材料传播和火灾方面的科学家 他们认为 一燃烧时候的最高温度已经超过了1000摄氏度 它肯定会软化钢材的 二 泰坦尼克用的钢材本来就不是什么高级货 就更谈不上耐高温了 但反对者同样认为 一燃烧时的温度远远没有那么高 证据就是 头等舱客人的游泳池 恰好就位于发生火灾煤舱的正上方 他们没有从滚烫的池水当中跳出来 不就直接说明问题了吗 二 泰坦尼克用的那可是优质钢 这点他们是通过打捞的残骸分析出来的 所以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很遗憾 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道理是什么 是活在当下 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了